安玲蓉送给甄嬛的两件浮光锦 甄嬛赏赐给了幻璧一件 幻璧穿着衣服出去招摇 恰巧被安玲蓉看到了 这衣服安玲蓉自己都不舍得穿 送给了甄嬛 甄嬛却打赏给了下人 安玲蓉很难过 在七夕夜宴这一天 皇帝召集了众多妃子 众妃子们明正暗道 冷言冷语 甄嬛喝了几杯 有点不胜酒力 便和锦西出去走了走 他们走着走着到了幽静的童话台 甄嬛让锦西在外面等着 他自己跑到了童话台上去看 甄嬛采了一朵切牛花 这时果君王突然从后面走了出来 甄嬛虽有些不高兴 但是他们两个也聊起天来 果君王看到甄嬛有点忧伤 便说了许多话宽慰他 甄嬛和果君王谈天说地 讨论夜色 说到切牛花 一时聊得很投机 时间不早了 甄嬛起身告辞 果君王为当日在瘟疫公主生辰上的唐突道歉 甄嬛却说 不知道他说的什么事 早已经不记得了 端妃在七夕夜很是伤感 他身子不好 而且一想到华妃 害得他没了孩子 再也不能生育 就很伤心 可惜华妃势大 眼前他还不能报仇 他看见甄嬛长得有点像纯元皇后 便知道要靠甄嬛来帮他报仇了 瘟疫公主一直吐奶也不见好 叫太医来医治也没有找到原因 于是太医请求检查瘟疫公主的饮食 在检查之后 太医发现马蹄羹有问题 为了保险起见 太医请求长善公公一同检查 皇帝让小夏子检查之后发现 马蹄羹里有木薯粉 这木薯粉会刺激婴儿肠胃 导致呕吐 时间长了 婴儿会虚弱而死 华妃像是早有准备 他叫人彻查谁的宫里有木薯粉 甄嬛四日前想吃马蹄羹 领过木薯粉 而且只有甄嬛领过 华妃和曹贵人就说 甄嬛要害瘟疫公主 而且他们还早找好了证人 两个丫鬟指证甄嬛 在七夕夜夜那晚去过清凉店 皇帝问甄嬛是否有人可以证明 他没有去过清凉店 甄嬛当然不可能 把遇到果军王一事告诉皇帝 只说除了锦西 没有别人了 皇帝没办法 只好进了甄嬛的族 彻查此事 这时端妃出现了 他告诉皇帝 那晚遇见了甄嬛 并请甄嬛到他宫里念经 在端妃的帮助下 甄嬛巧机回答 最终没有让华妃得逞 甄嬛对端妃很是感激 云通知棠的ê Properties 今天的赫山嬛